那在新北市瑞芳雨势也是非常的惊人 瑞芳火车站也出现了严重的积淹水 现场黄色泥水淹过了铁道 铁道几乎变成了水道 几乎呢是成为一片汪洋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新北市瑞芳从昨天下午开始 大雨就下不停 根据气象署的统计哦 从2号下午到3号的清晨 新北市瑞芳12小时的累积雨量 达到了338.5毫米 是全国之冠